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可怜的大阿姨被车子撞死,我原本做好要送给阿姨的面包,竟永远送不出去了。 一位张姓南网友在脸书上发文道念陪她从小长大的大阿姨遭到车撞惨死。 张南与其李姓友人在脸书表示,6月19日晚间8点多,张南的大阿姨在台南市北区长荣入五段, 进台南后被指挥部一带的住处附近出门倒垃圾,过马路时遭到车辆撞击,当场丧命,但肇事车辆逃逸无踪, 他们希望网友提供当时行经此路段的行车记录器影像七胸案发后, 辖区市警五分局长吴清飞带领副分局长郭永逸,交通组长,实践派出所长,车祸处理小组,侦查队等人员到场调查, 采集车祸现场计证及调远附近道路监视器追查肇事影像,很快查出肇事车辆, 警方调查,6月19日晚间8时43分许下注意,未成年,无照驾驶的吴姓少男, 17岁,骑乘一辆重机车沿北区长荣入五段内侧车道东向西方向行驶, 吴南骑道长荣路五段378巷口时与道玩垃圾, 玉衡越马路回家的许姓妇人,54岁,发生碰撞后逃逸, 虚妇遭吴南所骑机车撞得整个人飞起来后再摔落路面, 虚妇倒得又遭随后而来的一辆游黄姓男子,45岁, 所驾驶小客车撞击后逃逸,虚妇被撞得倒载后被指挥部大门附近, 由救护车送往齐美医院救治,可惜于当晚十点续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发现,先撞上虚妇的机车骑士无姓少年野人车倒得滑行一段路, 无少骑身把损坏的机车停到附近骑楼, 警方根据无少机车号牌与监视器画面, 追查到无少与小客车驾驶人黄姓男子, 20日凌晨,警方相继通知无少与黄南到岸, 无少起初便称是自己汽车摔倒, 没撞到人, 但警方出示无少撞到许富的监视器影像铁证, 令无少百口莫辩,扶手认罪,黄南也坦承诏逃逸, 两嫌酒侧职都是零, 警方训后依照逃公共危险与过失之死罪嫌将两人移送检方侦办。